大家好,我是牛小妹 今天是2021年的11月7日 我们全家已经回到马来西亚了 回到了吉隆坡,经过了7天的居家隔离 现在正式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回大马的流程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 从中国回马来西亚呢,大致分为4个流程 一是到达机场前的准备 二是起飞前的出境流程 三是抵达后的入境流程 四是居家隔离的手续 第一步呢,到达机场前要准备一些资料 这些很重要 中国出境和大马入境都需要品查的 一,就是马来西亚入境的批准函 需要提前申请 顺利的话呢,三天可以拿到审批函 也就是他们说的OTP 具体呢,就是需要提供什么呢? 一是那个护照的首页 二是长期签证页 如果是二家的话,就是二家的那个签证页 三是呢,入境章 四是呢,出境章 就是入境章和出境章的那一页 再就是你入境的理由 等信息 具体流程和网址呢 我在视频简介里放上去了 等一下自己可以去看,去参考 里边有具体的详细信息 每一步每一步的步骤 但是现在呢,从11月1日起 就有14种签证就不需要审批函了 其中也包括二家签证 第二步呢,就是订机票 现在从中国到马来西亚 主要从广州 厦门和上海支飞到吉隆坡 目前上海的航班还是比较多的 价格也比较实惠 我们呢,订的是东方航空 是10月31号9.05起飞的航班 是FM885 当时我们的机票价格只是2400多 我们到达的时间呢 是下午的2点50 但实际上呢 我们到达时间2点半就到了 还蛮顺利的 订完机票之后呢 这个行程单一定要打印出来 后面会用到的 第三步呢 是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国际旅行健康证明呢 这个是怎么获得的呢 就是你在微信小程序里 搜索防疫健康码国际版 点击 就是查看几出事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按照它的步骤 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护照号 身份证号填上去 然后就可以打印出来 国际健康旅行证明 其实它这个就是个中营版的 打疫苗的证明 就有的时候呢 这个可能就出不来 出不来的话 你就拿着自己的健康证明呢 就是自己打疫苗证明 去到淘宝上 就是让人家翻译一下 中营版也可以用的 我女儿呢 也不知道是因为年龄小 还是怎么回事 就是她那个就没打 就没有就是这个健康证明 所以我们就用她的打疫苗证明呢 就是到淘宝上人人人人家翻译了一下 第四步呢 就是下载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 这个APP 这个需要录入自己的疫苗接种记录 审批后会有疫苗接种的电子证书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到了马来西亚都要出具的 这个APP在进入马来西亚的每一个场合也是需要扫码的 这就是这个就注册的时候就要用到前面的那个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这个到时候也是要填入到这个资料里的 第五步呢 是申请居家隔离批准函 飞机起飞前7至10天的工作日之内呢一定要申请了 这个需要就是旅客呢 就是成年人一定要完成接种疫苗 顺利的话呢第二天就可以拿到居家隔离批准函 有效期是一个月 其中注意一点呢 就是提交的照片格式需要是GPEG GPG或者是PDF的文件大小不能超过250KB 具体流程和网址呢我也放在视频简介里了 然后到时候可以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可以私信我 第六个呢就是72小时的核酸检测报告 这个呢就是需要医院就是有那个中英文翻译的 就是我们当时做了鼻势子和烟势子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有的医院只能做鼻势子 有的医院只能做烟势子 当时我们去了两家医院做了测试 我们是31号的飞机是29号上午坐的 下午3点就拿到检测报告了 所以最好是就是早一点去做 当天就可以拿到报告 提前呢最好是提前给医院打一下电话 就是说问问这个医院能不能提供英文版的检测报告 就是加上自己的护照 就是一般大医院都是可以的 去去机场前呢 要把全部的资料打印出来 包括马来西亚入境批准函 机票行程单 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英文版的核酸检测报告 居家隔离批函 出境证明 就是比方说你要是去学校的话 有学校的入学通知啊 或者是学校给的一个证明啊 或者是工作证啊 工作签呀 后去去机场 就是出境的时候需要审查 入境马来西亚的时候 这个资料也是要看到 第二步是起飞 第二步就到了我们起飞前的出旧凌晨了 我们的航班是10月31号上午9点05 凌晨三点 我们从宁波出发到上海 开车开了三个小时 早上六点的时候到达了上海 洪桥机场 这样子我们就给自己留足了 充足的时间三个小时 办理了相关的手续 进入机场呢 就是到机场就就开始了 第一呢是进入机场 嗯就是必须要扫健康码 形成码 第二呢就是领取登机牌的时候 扫二维码填写出境宣报 第三呢是排队领取登机牌 把之前打印的资料要交给航空公司审查 托运行李排队时间大概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这样子 疫情期间要保持社交距离 呃后来发现那个飞机上的座位呢 都是隔开一个安排的 如果要是一起的 他会安排的一起 呃第四呢是中国海关出境 海关人员会问具体出境的理由 比如说读书啊工作啊 如实回答就可以了 用时大概30分钟 我们是8点20开始登机 9点05开始起飞 全程戴口罩 飞机上呢提供了免费的午餐 呃大家都有在吃的 进入吉隆坡快降落的时候拍了些视频 可以欣赏下马来西亚的蓝天白云 空中鸟看的视觉还是挺惬意的 呃经过五个半小时的飞行 下午两点半顺利到达了吉隆坡机场 第三步就到了呃马就到了吉隆坡入境的流程 就下飞机第一时间是扫码进行入境申报 是英文和马来文的填写航班座位居住地址等信息 如果需要学住会有说中文的服务人员 再就是出示就是在国内下载好的马来西亚的那个APP里面的 疫苗证明排队等审批资料 呃决定是居家隔离还是集中隔离 出示居家隔离批函 呃医生录入信息 然后会带上粉丝的手环人挺多的 这个排队大概也需要一个多小时 嗯然后这个好了之后就排队做核酸检测 每个人收取250马币 建议大马准就是回大马的时候准备一下现金 然后如果不带芯片的信用卡有可能刷刷卡不成功 第四就是还是继续排队 就是呃一秒结束后继续排队提交所有资料 呃就是资料先去排队提交提交 好了之后就坐在座位上就等那个喊 工作人员就会喊名字 然后再去办理入境盖章 排队大概也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第五就是领取行李 我们有拍呃开车 就是就是我们有朋友开车来接我们 嗯在这里表示非常的感谢 我们最终到达家的时间是晚上七点了 第四步到家之后 第四步就是居家隔离办的手续 居家隔离时间是七天 我们是2021年的10月31日到11月6日 呃这个期间要做一次核酸检测 也就是居家的第四天 我们是11月4号做的核酸检测 需要预约上门核酸检测 呃我们是约的是365的那个 那个那个检测机构 他是上门来的 我们是三个人 每个人的核酸检测费用是198马币 但上门费用的话就是300马币 不管几个人 这个上门费用都是300马币 如果人多的话 这个机构还是蛮划算的 呃 呃整理出来的流程 呃 希望给大家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呃 如果大家有什么呃 呃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私信我 或者评论区留言 呃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转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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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